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消费主张由五粮夜特约播出 在寒冷的冬季您会如何取暖呢 为了取暖预寒 不少商家都会在冬季上一批新鲜的取暖的小物件 在市场里我们发现最近出现了不少取暖的新产品 像这种就是掰一掰就可以发热的掰掰热 那还有这种就图片中间是可随身携带的取暖炉 还有就是水循环 号称不上火不口干的心形 水暖炭等等 那么这些取暖的新产品质量如何呢 是否安全好用值得购买呢 在2020年的冬季都有哪些取暖产品上新呢 为此我们来到了位于浙江省的义乌国际商贸城 无论是线上网店还是遍布各省市的实体店 大都会到这个小商品批发市场里进货上新 可以说热水带和充电暖手宝是在冬季取暖产品中占比非常高的产品 因此每年的产品都会在外形和材质上有改进 就充电暖手宝而言它有哪些变化呢 以前的话就是以这种操容面料为主 像现在的话 今年就是以这种兔毛的一些产品 还有一些今年比较流行的羊羔毛的一些产品 款式上的话就是以精致的一些绣花 然后立体卡通为主 立体卡通是哪种 立体卡通像这种动物系列的 比往年的话款式会更多一点 经销商告诉我们 兔毛和羊羔毛的暖手宝材质上更加轻肤 手感摸上去软滑滑的 在外观造型上一改前几年的夸张造型 变得简约秀起 小动物和水果卡通的形象都是今年 十分火爆的款式 在市场的另一边是专门销售生活家电的区域 今年的取暖小电器也多了不少新功能 首先顶部采用的是尼龙阻热材料 尼龙阻热材料 然后它可以避免家里有小孩子 然后手去触碰它 然后去碳伤 然后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说 它下面有个感应开关 然后自动倾斜伤度 然后这个开关会触碰到 然后它会自动断电 然后还有就是说 当家里您不小心就是说 脱了衣服之后 然后衣物会盖到它身上 它也会自动断电 想要冬天睡得暖 家中必备发热毯 在南方电热毯也是点击率很高的取暖产品 那么今年的电热毯是否也有了新功能呢 我们发现在款式材质上 电热毯比前几年要厚实了不少 在控温方面也有了多档调节和分区加热 比如说像这个在控温上 档位上是不一样的 它有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我先生觉得太热了 他可以把它都关掉 我觉得太冷了 我可以把我这边的打开 在线下的小商品批发上 取暖物品已经有很多了 而在线上我们发现 取暖物品更是五花八门 各路生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这款造型可爱一般就热的自发热液体暖手包 最近在网络上销售十分火爆 月销量有1000多单 在商家的演示视频中可以看到 掰一下掰掰热内部的金属片后 内部的液体会迅速凝结发热 商家宣传说 在冬天能拥有蓬菜手心的温暖 并且可以持续30到60分钟 除了掰掰热 还有同样月销受破千件的怀炉暖手炉 卸下炉头将煤油倒入到怀炉内部 将炉头安好后用打火机点燃 就可以用它取暖了 还有这种水暖电热毯 也是今年冬季的爆款产品 不仅月销量过万 而且拥有众多功能 在水暖电热毯的商家宣传中声称 这种产品以水传热 智能键一键速热 15分钟温暖被窝 还可以任意定时睡眠省心 开机不用管 以较到天亮 在线上 电热马甲有很多款式 像这种智能恒温电热马甲 据说拥有多档控温 移动供电 无惧水洗等功能 另外一件智能温控加热背心 号称分区控温八区发热 支持洗衣机清洗 一分钟速热 驱寒保暖 最高可达65摄氏度 那么这些新型取暖产品 究竟好不好用 又是否能达到商家所宣传的效果 我们消费主张栏目记者 决定对此进行测评 我们首选在网上下单 购买了一些取暖产品 先邀请体验者 进行实际使用感受一下 是个暖手礼物 温度是刚刚好的 就是不会烫手 但是温度很舒服 体验者对这些新潮的取暖物品 很感兴趣 拆包 体验 乐在其中 对于各式的取暖产品 大家有着自己的感想 这个首先就是还挺方便的 小小的一个 然后也不需要灌水 也不需要充电 也不需要加热什么的 就直接出门的时候 丢一个到包里 然后手冷了 就拿出来掰几下 它就热了 然后就是能解决 当下的取暖的需求吗 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产品 首先是没有使用过 所以有一点好奇 这东西 它既然是用打火去打火 那它里面就明火 明火的话 相对于其他产品来讲的话 这个威信性是更加高的 对 容易发生火灾的盖 盖力更加高一点 而且它这个东西的话 如果说就这么扣着 然后放那个袋子里 再放到兜里 而且你这个设备 也不能防止它的里面液体 会倒流出来 这样的话 那个口袋就糟糊了 那么将这些取暖产品 放在自然生活环境下使用 是否会有新的感受呢 我们决定邀请更多的体验者 加入到这次取暖产品的体验中来 在室外的公园里 体验者蒋鲁玉和娄淑婷 使用了取暖产品拜拜热 在南方的冬季 暴露在冷空气中 这样的自发热暖手产品 保温时间会有多长呢 十几分钟后 我们得到了两位体验者的真实反馈 现在其实已经完全不热了 然后它已经质地已经变硬了 刚开始掰开那一下 它还是挺热的 就是那个温度正好 也不烫手 但是又能取暖 但是没过多久 它这个热量散发的还是蛮快的 就降下来了 已经没有一个保暖的效果了 我的手可能还没有完全热 它就已经不热了 看来这款拜拜热的实际使用情况 并没有得到体验者的好评 接下来另一位体验者 惠惠选择了怀炉 首先惠惠将煤油加入到怀炉中 安装好炉头后 惠惠点燃了触煤 可以看到触煤上有明显的火光 盖上盖子后 怀炉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这样带有火光的取暖物价 温度如何使用起来 是否舒适呢 在一段时间的体验过后 让我们来听听惠惠的感受吧 我感觉它这个使用起来的话 不是特别方便 因为它这个过程比较复杂 你得把油倒进去 然后又倒这个炉里面 然后再给它点起来 然后就是感觉操作过程会比较麻烦 取暖的话 我感觉一开始就是会觉得 像我没有那么好 到后面的话 它会非常越来越弄挽火 而且的话 它这个供暖的时间 应该也还蛮长的 就是过去很久 它还是挺挽火的 体验者觉得 这款怀炉的使用方法 略微显得有些繁琐 但是在取暖效果方面 感受还不错 只不过手中需要握着一个火炉 这一点着实上会被有点担忧 这个的话 安全引环机我觉得非常大 第一个的话 我觉得在使用过程中 就是它不是 又没有火油嘛 火油的话 你一不小心点的时候 我就很容易发生火灾 然后的话 第二个的话 我觉得它的味道其实有点大 就是会有点呛人 然后这个的话 因为你也不知道 它什么时候能灭掉 所以说我觉得 可能在这个安全方面 还是有点蛮大的 除了便携式的取暖物品外 还有穿戴式的 张飞青张阿姨将会体验这款 使用充电宝充电加热的马脚 通常来讲 在南方的冬天 室外会比室内体感温度更高些 张阿姨说 反而是从室外回到室内 会更加需要取暖的物品 穿好这款带有发热片的加热马脚后 张阿姨感受了不同的三档温度 使用时还方便 但是穿上去你说特别暖和也不是 但是就是说有点温温的 你穿上它的话 不是特别冷的天气 硬冷的天气应该是可以的 张阿姨对这款电热马脚 还是比较认可的 我们发现在这款电热马脚的内部有发热的贴片 连接上充电板后才能通电取暖 在南方人的家中电热毯并不陌生 但是水暖型的电热毯却是今年突然爆火的一个新产品 陈小娟陈阿姨也是第一次使用 在这款水暖型的电热毯上 从电源线盒另一头出来的是一根装了水的水管 水管中再包裹着电热丝 进入到毯子中进行加热 陈阿姨将电源开关打开 开始体验这种新毯子 大约一小时之后 陈阿姨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这个热的有比较慢一点 你说马上就弹进去 这样看一下它还来不及 打不到我们这个温度 高档它也不是特别暖和的 就是热得慢它是主要的 陈阿姨觉得这款水暖毯热得太慢了 并且温度也不够高 紧接着陈阿姨准备使用另外的一款水暖毯 跟之前不同的是 这款水暖毯是用水循环加热的 而且配有一个除水加热水箱 陈阿姨将它加满水后打开了电源开关 我们看到水暖毯开启后 水箱将水加热 从一根水管中进入到毯子里 另外的一根管子则是将毯子里失去温度的水流抽回 以此形成一个循环 同样使用了一小时左右 陈阿姨觉得如何呢 它这个温度比较适合就是说 不会好像你调到这个温度 它就一直保持这个温度 在几位体验者的体验过后 记得发现 有些取暖产品并不能达到消费者期望的使用效果 有些产品热得快 但冷得也快 有些产品温度足够 但是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那么这些产品到底温度值可达到多少 保温效果能维持多久 在使用的过程中 又是否存在着安全隐患呢 带着消费者的疑问和顾虑 我们来到了浙江省杭州市的方圆检测中心 在这里 专业的实验人员会根据相关标准 对这些取暖产品进行专业的测试 在对这些产品仔细研究过后 实验人员根据产品的种类材质和加热方式的不同 为每种取暖产品都找到了实验方法 像这个是常规的电热毯 然后这个是水暖型的电热毯 我们都可以按照电热毯的标准进行检测 然后这个是比较特殊是水循环的电热毯 我们要用家用电池的通标进行检测 可以测它的温度 也可以看看它的电池安全 这几个是加热背心 我们也是要用家用电池的通标进行检测的 还有这个拜拜热跟怀炉 我们是要按照商家的宣传的广告 进行检测 首先实验人员对拜拜热进行了温度测试 这个拜拜热它在产品上面有说明书上写到 它最高温度可以到达52度 然后持续时间大概是30分钟到60分钟 现在我们就验证一下在室外的情况下 它在启动以后能够是否能达到它产品所处的一个技术要求 手机中显示出此时杭州室外的温度为12摄氏度 在这样的温度下拜拜热究竟会热多久呢 实验人员将温度测试仪的一端贴在了拜拜热的表面的中心位置后 准备拜拜热这款产品 在拜拜热开始发热时 时间和温度都在同步记录着 仪器中显示拜拜热的初始温度为44.6摄氏度 5分钟后测温仪显示温度为44摄氏度 20分钟后拜拜热的温度变为38.5摄氏度 紧接着测温仪的温度下降到37摄氏度左右 此时的拜拜热基本已经不具备取暖的功能了 随后实验人员准备对另一款拜拜热进行测试 同样安装好测温仪后 实验人员开始掰开拜拜热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反复掰了金属片后 拜拜热并没有开始加热 实验人员更换了一片新的拜拜热后 测温才正式开始 这款拜拜热的初始温度为43.7摄氏度 紧接着温度开始持续下降 5分钟后测温仪的温度是41.6摄氏度 仅仅过了13分钟 这款拜拜热的温度就下降到了36.6摄氏度 看来一般就热的拜拜热 除了可能会发生怎么掰都不热的情况之外 它的保温效果也并不像产品宣传中那样理想 两款拜拜热最高温度不仅没有达到52摄氏度 并且保温时间也都没有超过30分钟 这款小瓶子样式的拜拜热 更是在13分钟时就不具备保温效果了 关于电热马甲我们先着重注意的话 是它的一个温度 它的发热的话根据它的产品说明 它的产品有1 2 3 4 5 一共有5个发热区块 到时候我们测温度的时候 就通过我们的仪器去检测这5块 5个区块它的温度是 在它在通电启动了以后 是又产生了个什么变化 实验人员告诉我们 取暖产品的温度是检测的重要指标 温度如何变化是否稳定 对于取暖产品来说 都是十分重要的检测项目 在对加热马甲的每个加热片 不好点后 实验人员对两款加热马甲 进行了温度测试 在一个小时后 根据档位不同 我们得出了加热片加热的 分区域数据 我们发现同为电热马甲 具体加热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这款黑色电热马甲 最高区域温度为47.5摄氏度 最低22.3摄氏度 而这件粉色智能马甲的 最高区域温度为30.1摄氏度 最低仅为19.4摄氏度 我们注意到 在两件电热马甲的商家宣传中 都强调 两件马甲都具备水洗功能 实验人员准备验证一下 它们的防水性能 实验人员用洗衣机洗完并烘干后 对两件电热马甲重新布点测量温度 这两件电热马甲的温度变化 与水洗之前并无较大差异 在实验室的另外一个房间 实验人员葛靖兴正在准备 对槐炉进行温度测试 像这个槐炉的话 它是里面往里面 棉花里面加煤油 然后把前面那个煤体给点着 然后产生那个小火 然后给它取暖用 这样的话我们就主要就是测试一下 它的表面这个温度 大概有多少度 会不会烫到人的手 将煤油倒入槐炉中点火 这时槐炉已经开始加热了 实验人员在它的表面布了两个点位 一个在距离触媒暗火部分 很近的出风口 一个则是在槐炉的底部 给槐炉半小时的加热时间 随后实验人员在测温仪上 寻找两个点位曾出现的最高值 我们发现槐炉出风口的温度 最高达到了58摄氏度 槐炉底部的温度 最高达到了52.8摄氏度 实验人员告诉我们 这样的温度 实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的 但是这样将火炉放在口袋中 随身携带取暖 真的安全吗 是否会存在安全隐患呢 如果说煤油加错位置 不小心就撒到机身上面 它可能到时候 用打火机给它点灶之后 它可能瞬间会有火焰起来 在使用过程中 如果煤油不小心撒了出来 撒到槐炉表面 此时再用打火机点燃触媒 可以看到整个槐炉开始燃烧 并且当槐炉表面的煤油烧完后 触媒部分依旧在燃烧 如果这一时身穿易燃的衣物 那么起火燃烧的槐炉 会迅速地将衣物点燃燃烧 最后是对现在的爆款产品 水暖型电热毯和水循环电热毯 进行测试 我们现在要测试的是 电热毯发热式的表面温身 就是它在整个加热过程中 它的发热式表面最高能达到几度 首先要进行测试的是一款普通电热毯 工作人员将电热毯拆开一个小孔 找到电热丝后 将测温仪与电热丝连接好后 电热毯的上下会用海绵垫覆盖 模拟生活场景下的使用环境 准备工作完成后 测温实验可以开始了 实验人员告诉我们 这三款毯子因为加热方式不同 温度应该会有较大的区别 普通的电热毯 就是直接是通过发热式加热的 水暖毯的话 通过发热式加热给水加热的 也有是通过直接把水加热之后 传到里面的 加热方式会有所不同 太高的话不是可能会烫到人吗 一般情况下 加热毯在加热一小时后 温度会趋于稳定 在对三款产品进行完测温实验后 我们得到了以下结果 水暖型电热毯 内部发热式的温度为82.4摄氏度 表面温度为58.4摄氏度 水循环电热毯内部发热式的温度 为62.7摄氏度 表面温度为44.3摄氏度 电热毯的内部发热式的温度 为67摄氏度 表面温度为48.5摄氏度 中间是发热湿的 然后外面是包裹了一层水管 那个温度相对来说 稍微高一点 然后这个存水 存那个水加热的这个温度 稍微相对来说偏低一点 然后电热毯那款居中 实验人员将三款加热毯 拆开后查看 发现三款电热毯内部的加热丝 各不相同 剪开三根加热丝 电热毯的内部 是一根独立的加热丝 水暖型的电热毯 则是电热丝外部 又套了一根通水管 用电热丝加热水后 变成了水暖型电热毯 而剪开水循环的电热毯后 并没有其他加热丝 虽然三款电热毯的 整体温度都符合标准 但是专业的实验人员 发现了其中 水暖型电热毯的温度 似乎有些异常 很有可能存在 电源线质量不过关 从而导致电热丝过热的情况 为了寻找真实档案 我们决定再进行一项 专业的检测电源线 拉扭力实验 根据相关标准要求 在电源线的一端 挂10公斤的砝码 从另一端提起电源线 在绷紧的状态下 在电源线上做记号 上下拉25次 看电源线向下移了多少毫米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就在实验人员绷紧电源线 准备做记号的时候 这根电源线就断掉了 首先就是说它是在电源线上脱工减料了 本身应该0.5方的 它只用了0.15 就是说用得太细了 它又会解决成本 你说像刚才我这个拉扭力不合格的话 有可能放在家里用的时候 那你小孩子万一如果去用力去扯 这头插头不是还插在那上面吗 那可能就有电机的风险吗 通过热心消费者的真实的体验 还有专业的实验人员的权威的检测 我们不难发现取暖产品的花样和种类 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新奇 但是其中潜在的风险 也是不能轻易被忽视的 在我们的这次的检测当中 一些一般就热的拜拜热产品 保暖时间短 取暖效果也不理想 有的怀炉产品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如果使用不当 可能会起火燃烧 还有一部分水暖型的电热毯 电源线在用料上令人存疑 可能有触电的危险 看来对于商家的宣传 不可偏听偏信 随着冬季的气温越来越低 养生汤火锅还有涮锅越来越火了 各类的蘑菇的需求 现在是越来越大 最近一段时间 蘑菇的价格一路上涨 有的时候甚至还出现了脱销的情况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什么原因造成蘑菇的价格变化的呢 今年冬季蘑菇的收成如何 品质又如何呢 未来蘑菇的价格是涨还是跌呢 好 欢迎收看我们下期的消费主张节目 好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消费主张 更多精彩内容 不要忘了下载我们央视财经客户端 好 朋友们 再会 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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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り